各位 在这里 我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们已经成功地 并购了KM集团 这几天老板 正在为了这件事情 特意被告美国 很抱歉 这段时间为了保密 转移外界的注意力 散布了一些 微信考察的消息 让你们担心了 下面我们欢迎 我们的老板凯旋过来 我不起勇气 强触这世纪 我是一个女 我又可以过去 希望 啊 我赢了 我永远的方向 我永远的方向 也渗逅偶然 找回永迫的患涯 你 怎么了 我懊悔了 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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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娠怎么了 我 掠尸小机 人不都是这样吗 忽然不在身边的时候 才能意识到对方的重要性 干得好 兄弟 薛珊珊的几滴眼泪 算是给你的战利品 存比一套 一个珠 unfortunate 一切合讨计的 你是干脆的 自己温度 韩国KM这两年积极地争取 与美国新智能手机的合作集团 而风腾集团原本就与之合作多年 这次成为其大股东 无疑对韩国KM事出利多 成功并购了KM 下面是本台的其他报道 关键时刻生病了 年终也不能请假 感冒吗 吃药七点好 不止一个星期好 多喝杯挨水就行 不行了 不行了 刚刚吃太饱了 能量都派对消化食物了 现在脑子转不动了 好晕 老板没有在看我 看样子应该全身心沉浸于工作之中 那我偷偷打个盹 应该没关系吧 pepper 或者 担心沉浸于工作之中 省沉浸于工作之中 和开心沉浸于工作之内 要注意 someentin 应该担心trac curricula 三号 来 来 喂 珊珊 你怎么办 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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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她怎么样 没事 只是有点发烧 需要挂水吗 我暂时不用 吃点药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好 谢谢 我下来 我下来 你不下来 我不想 我下来 泪 不 我 meteor 我 你 你醒了 大老板 老板 我 坐水着了 你身体不舒服 为什么不说呢 不是要骂我上班睡觉吗 老板 你不生我的气啊 我为什么要生气 今天不用工作了 我帮你跟你们科长已经请过假了 你跟我们科长都说什么了 好 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地休息把药吹来 如果不听话 扣你一年终奖 躺起来 躺起来 嗯 老板虽然喜怒无常 但这正像是六月的天 不下雨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的 不过有时候阳光太猛了 也照得刺眼 这个地方每次来呢都是胆战心惊的 要是不来 心里却又有点晓晓的湿漏 想什么呢 开玩笑 要真有那么一天 我还真得来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呢 你有没有听说 昨天中午 那个新来的周小微上了老板的车 真的假的 那当然 这种事情不是亲眼看见的 怎么可能乱说 天哪 这光天花日大庭广众下的 这岂不是明正言睡的节奏吗 那当然 要不然怎么也得收敛点呀 真是 乌鸦飞唱之头变成了凤凰 我们这几天连夜都是要加班 你看他周小微 今天科长竟然让他放一天假 珊珊 好 珊珊 你别误会 其实昨天只是周小微上了老板的车 她肯定很快就下车了 哪像你啊 一直待在老板的车上不是吗 不过听说周小微好像也是RH阴性选性啊 昨天老板她妹妹大出血 所以要给她输血老板才让她去的 怎么回事啊 听说是她的小产 我怎么跟你说这些呢 你天天在老板身边就是八卦的中心嘛 这些事你肯定知道 知道啊 当然知道 珊珊呢 珊珊呢 怎么回事啊 珊珊珊 你沮丧什么呀 终于脱离了挑财功的模式 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你要做开心的女生啊 吃饭了 珊珊 怎么不去吃饭啊 感冒还没好吗 你今天怎么不去大老板那儿吃饭了 我感冒好了 等今天不用上去分家了 有用餐具有什么好吃的 我们一起去吧 好啊 走走走走 喂 珊珊 你居然敢罢工 安静啊 老板找我上去有事 我先上去了啊 下次来给你一起吃 老板 凤小姐没事吧 她没事 嗯 那就好 嗯 那你跟凤小姐 打算怎么谢谢周小姐啊 你问这些干嘛 嗯 没什么呀 就是 就是好奇 支票 你怎么不给我支票啊 小珊珊 你就不会放成仙钓大鱼吗 嗯 怎么了啊 嗯 张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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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就没事吧 还有呃 没有了 ост有了 学生 你命够大的啊 这么大个词都没夹死你 今天的夜会依旧是这么的气势磅礴气派豪华 那么在这喜气洋洋的日子里面呢 有请我们丰腾集团的大家长 也就是我们的老板丰腾先生 今天是丰腾的年会 各位 我刚才看了一下 大家都穿得很精神漂亮 想必今天晚上的美酒佳肴 也不会让你们失望 每年公司的年会 是为了感恩过去一年 大家辛勤劳动的最好时间 我的爷爷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只要有风 希望就会缺到你们的身边 只要希望生腾在心中 我们就会成功 而你们 赋予了这两个字更多的意义 你们的聪明能干 正如风一样 拖起来这家公司 我现在对大家说一句谢谢 远远不如送再送每人一个大红包 更能够表达我的心意 好 好 好 我希望明年 可以送给大家 更大的红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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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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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小姐 林总 薛小姐 我一直找你呢 真的 我们夫妻两个人欠你太多了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林总 没事的 你不用客气 没什么的 上次月月出事的时候 我正在出差呢 要不是你再一次出手相救啊 我们全家遗憾终生了 好 出事儿 是指封月小姐小产的事情吧 可是不对啊 这一丝是周小薇献血来着 现在月月还在医院呢 等她痊愈了 咱们找个机会 好好谢谢你 那个 颜总 你大概是弄错了 林总 安逸找你 那说好了啊 回头面线 好 好 再见 拜拜 老板 老板 林总的好像都错了 送付给冯月小姐献许的 很多事情 将错就错就好了 以后不管她说什么 你都不要妨人 为什么 老板是什么意思啊 这样我等于是占了别人的劳动成果 何况熊毛雪还这么珍贵 这样我会有罪恶感的 我既然这么说 罪我的床眼打算 不过我瘟了我跟你说 就是我说的 你会懂 又是一副你不必知道的表情 不说就不说嘛 了不起啊 反正骗的又不是我 我最多算个从犯还是被胁迫的 还是被胁迫的 老板我先去找阿妹子吧 慢着了 你留下来替我挡酒 挡酒 我没听错吧 这不是男人的活吗 老板居然让我这一介小小女子替她挡酒 好 有什么问题吗 小心我扛你年终节 好 你的万花呢 这样 把这个带上 不用了老板啊 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又选不上 老板我真的不需要 我又选不上 拿到奖金抽成 我就给你一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 拉筋不帮我当酒呢 老板我们进去 老板我们进去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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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弄了一杯 来 老板 敬礼一杯 我来 先弄了一杯 干杯 老板 还有我呢 那点 处alter 是 我的回家 不该不该了 你怎么不该啊 再来一遍啊 来 我借你一杯 接下来要颁发的这个奖项呢 是今天女士们最众所期待 最激动人心的奖项 最优雅女士奖 下面有请郑总监替我们揭晓 好 高腾集团二十五周年年会 最优雅女士奖 得主会是谁呢 周晓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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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老板跳得不错啊 你也跳得很好 对了 支票我收到了 其实你不用那么客气 我不是客气 我是太不客气了 想要的更多一点 心脏啊别再跳了 不是这样子的 我怎么会吃醋呢 一定是我喝多了 才会这样胡思乱想的 不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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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在哪儿 我 我 我在门口 你的专程是乱跑吗 在那儿等我 我马上出来 等等等等 反正我也跑不掉 不如死的痛快些 能不能帮我把余容符拿下来 谢谢 谢谢 谢谢大老板 你跑出来干吗 你跑出来干吗 坐下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不用了 不麻烦了 不 不 不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自己可以回家的 真的 하겠습니다 收 那 那个 之前严总跟我说 илoga contái 她 她根本就没有去欧洲啊 然后呢 居然问我然后呢 老板反应就这么大然啊 那个 那你为什么跟我说 说风瑶姐她去欧洲了呀 我有吗 有啊 当然有啊 那你就当成是口误吧 老板 你还能更无耻一点吗 不过也许真的是口误吧 不然老板有什么理由骗我呢 总不会是为了骗我和她一起吃饭吧 不可能 刚跳舞的事情只是个误会 她什么都改变不了 这个也要向我解释 叫我不要误会 难道 难道 那个 我 我 我可不可以误会 你喜欢我呀 偶尔误会一下 偶尔误会一下 可是你 你 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呀 谁都不是 应该有企图的人先说出来吗 什么意思啊 老板的意思是 是我先对她有企图 我 你没有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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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没有呢 哪有谁给我发图片又发短信呢 我 我 我可不喜欢你呀 因为你太幼稚 干吗 大不了你开除我呀 我才不怕你呢 嗯 如果你开除我的话 你就更幼稚 嗯 嗯 爱 是风中的诺言 取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等我 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只默默守在身边 一只默默守在身边 你 我许下了诺言 这份爱 没有期限 我是不会开除你的 不要期限 只欣负 让我 亲吻你的脸 留下最美的瞬间 爱你 我约守在你的身边 到了 谢谢你啊 珊珊 我两个问题想问你 你每天为什么要来我的办公室 好像你每天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吃饭 都是因为我的命令吗 如果我的命令真的是胜质的话 那么你刚才就是一个乱臣贼子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考虑清楚 晚安 我来找你 在我的天哪 我来找你 我来找你 今天我来找你 咱们去把你吃饭 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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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找你 我来找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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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老板 上车 这种走投无路 终极老板从天而降的逆转剧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看见老板的脸 简直比看见警察叔叔还要可怕 小张 能不能麻烦你送我到附近的酒店啊 那个 我已经搬出我唐姐家了 但这东西还搬在我唐姐那儿 但他们两个现在都不在上海 我也没有唐姐家钥匙 而且我钱包手机都丢了 对啊 眼前最关键的是借钱 可老板在这里我怎么跟小张开口啊 难不成跟老板借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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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 再下一个路过停车 你先回家 是 老板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这老板ao 又损成我 这样的人 赶紧张 保险点还是一千五 可是开门健身就要有钱 也有点怪吧 应该在不经意之中 引入这个话题 那个 大 大老板 话说 话说 你好像不能开车吧 不是参加什么酒会了吗 那个酒后驾驶什么的 好像不好吧 你是担心你自己的安全 而在担心我们 放心 这种场合不需要我喝酒 你刚刚和警察说 你是风腾的员工吗 完了 完了 开始就好算总账了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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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种时候 你当时没忘了吧 当 当然了 我时刻都紧急 我是风腾集团的一员 那怎么这两天 连你影子都看不到 老板 你这算不算是 倒打一耙呀 这几天明明是你自己消失啊 竟然恶人先告状 我在很勤奋地工作呀 所以 那个老板 老板 你可不可以看在我 这么努力 这么勤奋 这么辛劳工作的份上 给我预支一点点加班费呀 我年后马上一定还你 手机的钱包都丢了 是要向我借钱 学生 学生 你知道吗 我的钱没那么好钱 你现在要不要再好好想想 你到底要对我说什么 我两个问题想问你 你每天为什么要来我的办公室 还有你每天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吃饭 都是因为我的命令嘛 如果我的命令真的是胜着的话 那么你刚才就是一个乱称贼子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考虑清楚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考虑清楚 老板指的就是这句吧 我当然想过 可是真的就是因为你命令嘛 起码一开始是 不对不对 这大人收出口能借到钱吗 我脑子怎么这么不好使啊 不就是借个钱吗 怎么搞得比抢银行还麻烦 那个 那个 我记得 我 我为什么天天去办公室找你 为什么天天跟你一起吃饭 不是因为你命令我 而是因为 因为 不是因为 因为我 我 我 我被搜索命 学生 学生 你脑袋超疯了吧 什么案答案呢 我 因为我自己去找你 那既然你畏色索命之后发生了事情 是不是这个色 还不足以迷倒你 之后 是指告白被拒绝这件事吗 对 如果我真的畏色索命 要怎么解释拒绝老板告白的这件事呢 你怎么解释拒绝老板 我能说实话吗 那个老板 其实那天晚上 我是因为 喝多了 得意的有点忘形了 他 才拒绝你的 那个 那个其实 其实 其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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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跟你情故纵来着 剧情故纵 Dumaine 这 询生生 恭喜你 你刚刚的回答我很满意 真的 意思是要救有钱喽 本来想要送你去酒店 给我酒店的费用送你到公司里面 但是现在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改变你 这两天 你住我那儿 老板 我住你那儿 什么意思啊 等等 等等 我 我还没有答应呢 后悔了 你可以下去 我看就算在这里等到元宵 也打不到出租车吧 你看看 老板 现在房价确实贵了点 但也不知住这么远吧 这是老宅 我平时不住这儿 老宅 不会是和父母一起住的地方吧 听说老板的父母早在十几年前 就遭遇车祸双双身亡了 而抚养他们兄妹长大的老董事长 三年前也过世了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 老板才不常回来吧 老板 我们两个 liter 馀业 当然没有 rator姐的询问在后面 我能拿一下 再也 Buch 小伯 好 学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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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谢谢 小姐姐 随便坐 好 有什么不习惯吗 没有 接下来 这是您要的词 老板 老板 我可不可以借你的电话用一下呀 我想跟我妈说一声 不是 我是想用那个 谢谢 喂 喂 妈 三三 这谁的手机号啊 你 你到车上了吗 我 我不小心 把手机跟钱包给弄丢了 就没赶上火车 什么 你 你没上车还丢了手机钱包 你怎么回事嘛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这春意期间人多 要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你 你怎么还是给弄丢了嘛 你干嘛不把自己也给丢了 那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 该不会是留宿火车站吧 我 我现在 在 在同事家 同事 是 大过年的你会不会打扰到人家呀 要不你 问同事借点钱 赶紧再买个票回来吧 这回来也得大年初一了吧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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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知道了 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您放心吧 现在火车票肯定是买不到了 现在火车票肯定是买不到了 不知道飞机票能不能订得到 老板 谢谢您的手机 那个老板 你来 走 帮小姐盯一张机票了 时间不早了 带她休息 好的 小叔 来 薛小姐 去二楼客厅 好的 薛小姐请坐 谢谢您 谢谢 好 多客气 住东面 好的 接住 走吧 薛小姐 薛小姐请进 这间呢就是您的客房 丰先生的房间就在隔壁 哦 有什么事情呢 您可以通过另线电话找我 嗯 那我就先下去了 好 谢谢啊 晚上好好休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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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人家真好 人家一个房间 比我整个家都大 好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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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再说啊 先生 这些税务和人事单据 没问题的话 我就照办了 您看着办就好了 王薛小姐 盯一张大年初一的表 辛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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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事 好 好吧 好 经过昨天离奇的遭遇 再从这个房间醒来 感觉像是从一个梦 掉进了另一个梦里 哥 今年 珊珊要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过年啊 消息很灵通嘛 哥 这可是你第一次带女孩子回家过年 你跟珊珊才认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你这样做会不会太唐突了 我知道你不想跟我说这些 可是我必须知道你的想法 我是担心你嘛 就好像当初我跟延青要结婚 你派人调查他 我不一句话也没有嘛 因为我知道你是对我好 在这个世界上 咱们俩可是唯一的亲人了 你觉得珊珊 她怎么样呢 对 晓珊很可爱啊 你是真的以结婚为目的 跟她交往的吗 你想太多了 那你告诉我 薛珊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她没有 如果真得说有的话 只有一个 她很下凤 徐小姐 徐小姐 早上好 早 早上好 徐小姐现在是去餐厅吃早饭吗 在别人家做客 这样会不会带过客气了 之前风先生吩咐 说看见徐小姐就带您过去 风小姐也来了 风小姐 是啊 她一趟早就过来了 风小姐 这边请吧 风小姐早 先生早 大老板早 好 陈珊 快过来吃饭吧 嗯 冯小姐 你怎么还叫我冯小姐啊 太见外了啊 以后就叫我月月吧 好 吃饭吧 早餐是七点 以后不要迟到 以后 怎么还有以后啊 老板要突出的 是以后工作不要迟到 还是早餐七点不要迟到啊 哦 知道了 哦 知道了 先生 因为临时身份证正在办理 机票定在明天早上十点半 啊 没事儿 那我明天早上再回去好了 谢谢你啊 没关系 好 谢谢您啊 王叔 来 来 王叔 我给你一道正好去看看宝宝的餐食 好 没事儿 慢慢吃 都是你干 嗯 啊 空气好清醒的 珊珊 楓月小姐 我们一起到农庄跳菜吧 跳菜 难道楓家人都有这种恶心 跳 跳 跳菜 不是应该到餐厂上跳吗 为什么要去农庄啊 这是我家的一个传统 每到大年三十晚上 我们上桌的菜 都得去农庄跳 我爷爷嫌外头 学书不安全 所以呢就自个儿弄了一个农庄 原来如此 我爷爷当年过世的时候啊 风腾才二十七岁 我哥当时接手了整个风腾集团 他特别厉害 短短几年的时间 风腾集团的规模 就扩大了好多倍 外面的人都说我们风家是商人 风商 其实才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祖先开始就是读书人 是从清朝开始才转而从商的 怪不得大老板看起来不像商人 怪不得大老板看起来不像商人 更像金商 风月 风月 医书小姐 你好 医书 有什么好玩家 哎呦 有什么玩家 我都别闲得大老板看起来 你去哪儿 情节 就不是 有什么脸 我都带 unto你 小姐 其实有件事 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那个 第二次给你输血的人 不是我 是风头的另外一个同事 叫周晓威 我哥怎么瞒着我这事啊 他可能是怕我给别人送饭吃 我们风家的饭 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吃上的 善善 那个其实我的手机号码 还挺好记得 你不是学财务的吗 对数字又很敏感 你要是买了手机呢 你就赶紧把它存下来 一会儿有什么事 你可以直接跟我联络 不用什么事就找风疼 毕竟我们是女孩嘛 好多事都不太方便说 好 我看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赶紧去农庄挑菜吧 好 出发 咱们赶紧去农庄 你怎么一样跑过来了 嗯 过来 我准备挑一些菜 等一下给方姨送过去 你干嘛要这么客气啊 都是一家人啊 我自己挑一点不就行了吗 是你太客气了吗 你太客气 你太客气 你太客气了 你你你你 就是你太客气了 不要介意 他们俩就是这样的 不要介意 我 我没介意 我没事的 好了 我们到那边去逛逛吧 嗯 今年的菜长得真好 都是自己种的吗 对啊 不打农药的 严谨啊 正寄呢 他晚点到 有些细节 我还要跟他商量一下 对了 我们把机票订好了 初一晚上飞美国 好 辛苦你了 阿姨 帮我把鱼具拿到那边去啊 来 来 好 谢谢啊 你 准备你 好久没见啊 想不想我 什么 我 我 走 钓鱼 快 钓鱼喽 钓鱼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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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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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线 来 珊珊呢 珊珊 来 给你 一起啊 谢谢 会吗 不会 那就去 打萝卜 真是的 你们钓鱼就钓鱼呗 管我干吗呀 让我这么一个小女子 带着我们寒风凛凛的天气里面拔萝卜 终于拔出来了 算了 算了 我现在是吃饱饰的 住饱饰的 睡饱饰的 连机票也是饱饰炖定的 我就当是玩醉酱萝卜吧 不对 是破坏萝卜 你给我出来 你拔了半天 昨天就拔了这么几个的 我不太倔强了 拔不动 薛珍珍 是你说不会钓鱼的 那我可以学呀 你不是说 不喜欢方程间钓大鱼吗 那 那我现在有兴趣了 行了 那要不要给刁哥们一个信号 拿这儿 你要让所有人知道 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 好 哎 凤彤 要不你让她先回去吧 咱们吃饭得吃到什么时候 不是 是啊 你快回去吧 这里有我的 好吧 早点回去休息 新年快乐 谢谢先生 新年快乐 小姐姑爷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再见 来了 上菜了 王叔 你快回家过年吧 薛小姐 我在封建已经过了快半辈子的年了 对 对不起 王叔 没人都走了 坐 坐吧 王叔 今年呢咱们就一大家人 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年 谢谢 谢谢 那王叔 你快坐吧 谢谢啊 没事 快坐 先生 不好意思啊 今天让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年夜饭 也不知道咱们家的饭合不合你的胃口 不过呢 我们封家的菜 新鲜是没得说的 还有 今天所有吃到萝卜的人都得谢谢珊珊 因为萝卜是她一个人拔的 好啊 但是再怎么说它归根究底都是姓丰的 所以 凤小姐 傷心了 怎么还叫我凤小姐呢 嗯 珊珊 你以前在老家过年 你们家里都有谁啊 我们家过年啊 那人可多了 我每年年夜饭都是跟 爸爸妈妈 还有大伯父 还有爷爷 还有我的堂姐琉琉 和大伯母一起吃的 我堂弟彤彤 每年都会跟我要压岁钱 都会跟我要的 吃饭吗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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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猫主啊 明天让那个能熟的人回家 好的 太吵了 好的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 就你们是一家人啊 没有人问候我的 我不也是无家可贵 才跟你们在块儿过年的吗 那你也没有家呀 那你过年为什么不回家呢 珊珊你别理她 人家父母可在美国 过的是阳节 圣诞节 郑奇不是我说你 今年圣诞节礼物准备给我们 有收到了吗 没有收到了 你收到了吗 没有 你还好意思在我们家过年 蹭吃蹭喝蹭个春节 真是的 我不就是看了这点利益 才跟着风腾回国的吗 要不然你以为 工资不要擦擦了啊 吃吃吃 吃吃吃 你坐着 我想要点个井�anger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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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珊 不要急于证明自己是女汉子 你还太笨了 我说风大老板 现在都二零一四年了 你怎么样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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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珊 不要急于证明自己是女汉子 你还太笨了 我说丰大老板 现在都二零一四年了 你还弄个大铁门过来考伙 你这不能弄一个高科技点的 暖炉什么的嘛 你这样弄得我多辛苦啊 啰嗦 他才啰嗦 没错 徐叔 徐大爷 方言呢 他今儿不太想出门就不过来了 方言已经好几年没出过门了吧 晚些的时候我跟严谨去看看他吧 他最近身体怎么样 老样子 就是老咳嗽 怎么却也不肯去医院 方言就是不肯对自己好一点 这样一会儿我们顺道代谢补品过去 今天过年大家别多坐着呀 要不我们跳舞吧 啊 听我的指令 挺好的 推右脚 没事 推右脚 坐下 对不起 还能不能 也是 我也是 你最后却 这又却 是 我们最后却 你最后却 请这 又却 就是 是 就是 来 来 风大老板 对女孩温柔点嘛 你说你这么严肃 人怎么敢学啊 我来教 我来教 来 来 先把你做酒啊 一 二 三 你行啊 没事 没事 再来吧 累啊 转 一 二 三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没事 我来吧 你来 不好意思 准备好了吗 来 大老板舞跳得真好 年会的时候跟周小薇跳舞的画面 也是这么美 跳舞真是老天爷 发明罪罪恶的天分 舞池中的男男女女 都充满了吸引力 偏偏我是个连小小的罪 都不会犯的笨蛋 对不起 没事 珊珊 你啊 别沮丧了 我跟你说啊 我之前呢 被风月训练了大半年 才学会现在这点 毛脚的舞步 要不这样 春节之后啊 我把我的舞蹈老师介绍给你 怎么样 我不用不用 要是把舞蹈老师给踩学了 更不好 学费要多少钱呀 要是我荷包缺了 更难接受好吗 其实啊 你现在的感觉呢 跟我当初特别像 当时我就在想 我这么普通又这么平凡 怎么配得上风月呢 不过 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 这风家的人呢 特别好 家缝很纯 而且呢兄妹俩 从来不会因为家事做文章 珊珊 我相信你一定行的 加油 来 对不起 我不知道珊珊是个抬角大王 我不应该提起跳舞的 不过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跳舞了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跳舞 是你父母叫的 没有人可以把舞蹈跳得这么优雅 除了伯母 虽然我一直练习 但是始终都比不上伯母的神韵 我知道我跳舞的天台 是一双的母亲 但是有一次父亲跟我说 超超他不喜欢跳舞 只是为了陪母亲 我觉得跳舞这个东西 其实跟姿态没有关系 对不起 最重要的 是和谁调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有让练书跳舞要得这么好啊 他呀 跟我哥一样好强 做什么事情都要阵地 你都不知道 他为了练舞 待会儿终要双五星 自信 别老干净啊 好 干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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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月月 你们竟然不住这儿啊 以前是住这儿的 那今天不是情况特殊吗 明天言青就去美国了 大过年到 我当然不能留他一个人啊 所以啊 明天我跟他一起飞过去 现在我们就去言青的父母家 把小朋友交给他们 让他们二老亲亲一下 也高兴 高兴 那 黎叔跟正琪哪儿去了 黎叔应该回家陪方怡吧 正琪还是住湖边小木屋啊 你不用操心他了 一会儿让他把黎叔给送回去 来 轩轩 玩得愉快啊 好 好了 走吧 还要去接方怡呢 该出发了 走 你们一路顺风啊 你们就算不担心大老板欺负我 也要担心一下 我万一控制不了自己 扑上去怎么办呀 这大年夜的身边居然一个亲人都没有 就算冷漠如大老板 应该也会感到寂寞吧 大老板 大老板 在这补天同庆万家祥和的日子里 我们应该干点啥呢 你想要干点什么呢 看 看 看春晚 看 太好了 春晚已经开始了 有了春晚 就算不开口也不会尴尬了 这个世界有春晚真是太好了 对了 水果 面前再摆盘水果 嘴巴忙着吃 就更加不用说话了 雪珊珊 你长了一嘴 脑子也长进了不少嘛 我去吃点水果 水果来了 放下 收到了一个短信 这是棉花转花 她祝我新年快乐 这很正常吧 我俯年过节也收到 不少祝福短信呀 更何况你是个大老板 肯定少不了拍马屁 攀关系什么的 没可能 我好像忘记了什么 是啊 你手机不是掉了吗 是 定时发送 你给所有人都发了这个 没有 就只有你哥 怎么回事 这气氛搞得像是 我给他发的是诈骗短信 现在这算是在审问我吗 薛珍珍 你这是在欲情故纵吗 是你先亲的我 虽然你看起来很冷漠 但是你对我的温柔我都看到了 是你一直在给我希望啊 你怎么现在反过来问我这些问题呢 你 我跟你说 你这是在幽地深入 你这是在幽地深入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风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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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我也不知道谈恋爱是什么感觉 年回之前 我明明没有想过这些的 可是后来 我发现 看不见你 我好失落 你在公文局会等我 我觉得我好丢恋 你带我来家里过年 一起去年夜饭 虽然我很不自在 但是 但是 我好开心 我不会跳舞 但是我可以学啊 我没有你的密码 但是我愿意把我的密码告诉你 我想 我喜欢上你了 我喜欢上你了 你看看我 不是你喜欢的吗 没关系 我喜欢上你了 祝你新年快乐 词曲 李宗盛 认词 李宗盛 认词 李宗盛 认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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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